兄弟们,你们看我脚下是什么? 看起来像一个车库是不是? 而且前面也显示一辆跑车,应该就是个车库 当我进去的时候,既然有一个密码门,点击会有三个选项 应该是选择车型的 然后我点了再点击打开,结果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咋回事呀? 难道说以后这里面是存放跑车的地方? 不是一个人只能带三款皮肤吗? 然后其他没带的就可以在这里面召唤 又或者这里面是个私人车库 又或者是啥啥啥 现在还搞不懂,因为打不开 但这个车库应该挺特别的 感觉会有什么大宝贝在里面 这局我要去KFC商店 结果我发现脚下有两个人和我抢 哦哼 好家伙,这么骗你们也要来呀 但是他们做错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下去拿车 我直接选择高飘想过去等着他们 落地之后我人都傻了 这里竟然全部都是手枪 连一把大枪都没有 干啥呀大哥 不要这么绝霸 问题不大 我还可以搞偷袭 打他们出气不易 这时候往手枪夹装人机 其中一个人还真跑得过来 惊不惊喜 我在这儿等你好久了哟 不要急着补 用他来勾引另一个 另一个应该跑去房去拿枪了 根本不太怕的 趁他翻串的一瞬间直接干掉 这局要不咱们再挑战一次 用CAPC上天吃鸡 因为上次又没有成功 老是差最后一点 非常的遗憾 不过这一局 我又有不祥的预感 第一个CAPC全是手枪 第二个不知道有啥 结果我直接震惊了 这里全部都是手枪 各种信号的手枪一扭尽扭 这是认真的吗大哥 终于在后处找到一把喷嚏 这局真是绝了 从来没见过这么穷的CAPC店 这局我的打算把四个商店 全部洗击一筐 还好第三个没有让我失望 有很多的武器 现在我要去最后一个商店了 一个人把所有商店都给收坏干净 还要我去 有人在收过路费 必须停下来教育他们一下 新放到一个骑着自行车过来支援的 然后再把小刃机打掉 另一个踏着小刃在干啥呢 没见过美女呀 赶紧夫人快一点 夫人我才能让你们两个 整整齐齐一起走 哎呀 没有让他们一起走 被我补了一个 另一个也是带着的羔羊罢了 冲过去直接拿下 我的弹架又高级了 赶紧去最后一个商店吧 不然决赛圈没办法打了 nice 这里终于不全是手枪了 关键还没来人 四个商店除了第一个有两人 接下来好像全部都没人 全部被我送挂一口 我现在就像是一个外卖员 背包里全是炸鸡和肥炸快乐水 进去完之后我差点没笑死 因为我看到有两个小带瓜 在大马路上弹琴说爱 我来了之后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其中一个倒了 另一个还一连蒙逼 就这样在蒙逼之中 他们俩就隐恨西北了 但是最后我还是倒下了 倒在了哪里 还能是哪里 当然是喷子的手下 看到山坡上有两个人 我跑过来要和他们打 结果他们就不露头 我开车上去看他们又一顿输出 我回来之后他们又不露头了 你搁这儿和我们捉蜜草呢 正是有另外一对经过 然后我看到一个人正朝我跑下来 我打算放弃来打 结果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不知道他身后是一把大喷子 我发现了赶紧往后撤 打他一个出其不意 结果很尴尬 哇塞 喷子真的是没脾气啊 我都感觉他拆枪就倒了 结果他喷子随手一喷五手凉凉 这喷子真是不讲道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血润一下喷子 好啦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拜拜